夾伴日志 带你认识 童志的大小事 都听你记住 爱的历史书 Oh my history You 很多的问题 或是这种社会冲突 都来自于说 法律并没有跟着 社会民情与时俱进 是的 没有错 那前面几集的 guest story 其实我们用各种方式切入 带领大家认识 这三十年来的 同志生活 最主要还是 男同志现况相关 但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有非常多的 社会案件 是没有介绍到的 今天我们就 一一把它补齐 而且来看看 案件背后的法律 是否有缺失 但如果要聊到 法律的话 在甲板日志的专业上 一定会有所局限 绝对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 邀请到了 我们Parks界 法律的巨博 让我们欢迎 法律白话文法课电台 杨桂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桂智 巨博也太夸张了 你是啊 是啊 你是熊竹天心 就是法律专业 Oh my God 直接吊打我们两个 而且你知道 毕业我本人是 政大政治系 所以看到他 现在有点汗颜 因为我本人 在学校过程中 并没有学得特别好 所以我很怕讲错什么的 嗯 太谦虚了 太谦虚了 真的吗 对 我们刚刚对访 刚刚说你有感觉到 我的专业吗 有 我觉得蛮认真的 很厉害啊 在Parks上面 你真的是第一次 要把你政大政治系 这个招牌 拿出来学以致用 对 毕竟大家都以为 我是政大的船员出身 但没有 其实政大政治系 加上民族系背景 所以我蛮多 甜调的经验 跟就是了解 性别政治的部分 当然 我可能在比较政治方面 就比较薄弱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比较政治的 非洲考两分 怎么会突然自负其短 这是一个不是爱上课的学生 但没关系 你知道来到了社会 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以致用 今天我们就请贵制 跟我们一起学以致用 让法律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今天资讯会很大哦 大家 这班车要起飞了 赶快抓稳了 真的是要抓稳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没有五分钟的课后延伸阅读 因为其实每一个事情 我们都希望大家好好地认识一下 而且要记住这些过去 才能长保参与社会运动的动力 首先我们先来听第一则新闻 来自1997年 常德街事件 跟2004年的农安街事件 我63年次 我现在差不多 39加1吧 28应该都是晚上去啦 有点像是社会上的四文化吧 可能我们都会有默契 就是8点多 9点之后 在那边认识朋友 然后一直到半夜都还有人 反正就来来继续 这28那个水池周围 它中间有一个 大的很大的 古式建筑的两亭 喷水池那边 是同志比较聚集的 你可能会试着找任何理由 去靠近他 说你有没有打火机 请问现在几点 他自己有带手表 他问我几点干什么 假装自己没带手表 请问你现在几点 那么的无聊 那我就直接开门见三位 可以跟你聊 他说可以就聊 其实同志之间 彼此有一个雷达 雷达 同志圈的雷达 他的眼神是落在男生的身上 还是女生的身上 如果 我也多看他几眼 他觉得你对他有意思 你就会带他去 比较隐秘的地方 那后面那个人 就会跟上你 可能第一搭讪 可能是 做 比较亲密的互动 比如轻轻摸 揉抱 都有可能 每个人 然后都被抓去警察局 对不对 我记得是拍照 类似像犯人档案 这样拍照 还有把身份证登记下来 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会 有点想要用这种东西 把同志跟艾滋 跟性病 跟什么霍博阳明 这些都扯在一起 觉得比较有无力感 因为当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 发生的管道 1990年代 位在台北的男同志朋友们 常常循着小说 《镊子的轨迹》 在现今的228公园徘徊 然而1995年 陈水扁执政的台北市政府 提出空间解研政策 包括总统府前广场的重新规划 并且针对公园的公共空间再造 这也成为后续同志公共空间的抗争契机 1997年的夏天 北市府针对公园的聚集实施宵禁 使得当时聚集在这里的男同志朋友们 在12点之后 转往常德街等地聚集 7月30号 15名持枪远警 对常德街展开大规模的拦接领检 扣押了四五十名民众的身份证 并强制带回警局拍照 全数记录完之后 警察表示 我们就是要用领检 让常德街杜绝 没有人去 这一次不拍 如果下一次再被抓到 就采取更严厉的手段 这被视为常德街事件 后来2004年 台北市政府中山警分局 发现在同志网路聊天室 出现了讨论摇头性爱派对的消息 警方查期之后随即攻入 并开始搜查 现场有92名男性 地上有许多保险套和卫生纸等 而且当时警察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让媒体进入案发现场 并且假冒警察采访 以至于当时有许多对于男同志 和爱滋感染者的污名 另外警方对于性少数族群的歧视和污名 也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使得当时被侦查的同志族群 身心受到极大压力 他们甚至要求爱滋感染者 挂上请小心的牌子 这起案件最后因为罪证不足 全案终结 刚刚听完了两个事件 相信大家对于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 应该多少会有一些心得与感触 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就是看到警察 执法跟男同志的现身空间之抗争 而这也是平权运动开始的契机 后面其实也发生了蛮多事件 请安迪跟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例如1997年的长德街事件 1998年AG健身房的事件 1999年公馆Corner's酒吧事件 虽然这些事件它都是比较早期的 可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判断 警察的执法是否过当 对 贵智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这个警察执法是否过当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实可能早期的警察 并没有受过性贫教育 这样容易对于同志有歧视 其实那个时候关键的事件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截治警察的权利 因为警察我们赋予他维护自然的责任 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警察 很认真的帮我们去打击各种犯罪 所以其实谈到警察的执权权利 它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议题 因为你如果太线索他 就是他太要求太严格的话 其实警察也会很难做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去控制警察权利的话 那也很容易会造成 好像警察的权利会漫无边际 那我们人民的权益相对来说也会受损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4-535的时候 大法官有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警察他如果尽量要从事 他的这个譬如说盘检 或者是调查违法行为等等的 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警察他不能够在路边 随便把你拦下来盘查你 他一定要有一些合理的怀疑 认为你是在从事犯罪 或是有一些合理的迹象 认为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产生 那有一个合理怀疑的依据 警察才可以拦下来 然后进行盘检 所以很常见的争议 譬如说很常见的争议 是警察可能突然把你拦减 叫你停下来 你在骑摩托车突然叫你停下来 然后警察就九侧 然后叫你吹一下这个九侧器 对那如果其实外观上 你看起来是行车是正常的 那警察他也没有设置 所谓的这个零检战的话 警察他是不能够随便拦你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 是我如果今天 骑车状况是没有异常的 其实就是很安稳的骑车 那警察他是不是可以 随意的要求你 我怀疑你有酒驾 然后叫你来吹酒车器 这是不被允许的 可是这个异常与否 是不是很主观判定 这个会很主观 但是他毕竟 他还是要有些客观依据 譬如说警察觉得你行车摇晃 或警察觉得你这个 颜色有酒气等等 那我曾经协助过的案件 就是这个当事人 他就是被随机拦检 那后来我们就主张说 其实我们当事人 骑摩托车是非常正常的 是直线的 并没有摇晃 那脸色是苍白的 因为那天很暖 脸色是苍白的 所以其实外观上面 看不出来还有任何酒驾的情况 那后来法院也认为 确实警察这样的拦检是违法的 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要送到法院 然后再去过 感觉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所以主张权力这件事情 反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开始 就要给大家的认知 主张权力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辛苦的 那警察如果他这样子违法之后 他自己本身会受到 怎样的裁量吗 警察如果他的 行使职权违法的话 可能会有内部被承接的问题 因为我刚刚最前面提到的 就是关于常德街的事情 这过程其实对于 就是当时还没有出柜的同志 是稍微有些辛苦的 他就心里想说 那你有了我这个资料后 你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会不会告知我的家长等等的 所以会导致他有一些 隐私权被剥夺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遇到 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要 伸张自己的权益 然后告诉他说 我不想要接受你的侦查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 并没有任何错 或任何疑虑需要你去过问 这种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出 而不要被他强制 以一个妨碍公务的状况 被抓走呢 其实他看每个个案来讲 不一定 因为警察他今天逮捕我们 或者是拦检我们的理由 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但是原则上是 如果我们认为警察 他行使职权是违法的话 我们事实上是可以 立刻表示异议的 那如果我们表示异议的话 警察还必须要说明 为什么警察认为 自己行使职权 是符合法律规范的 那这时候 可以请求制作 这个相关的记录 那我们事后 可以用这个记录 为一个证据证明 我们现场有提出过异议过 那后续就可以继续 进行行政救济程序 那假设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就是深贵的小贵 然后我今天就自己 偷偷去阿尼基 或是去瘦13玩 阿尼基现在没有 就是如果去瘦13玩的话 那如果他突然 过来领检 我会也担心 就是他如果之后 把我这个领检的东西 讲出去会怎样 Anyway总之我很害怕 我是可以在三文档里面 拒绝给他领检的吗 这其实要看警察领检的理由 如果今天警察理解 我们认为是没有道理的话 是我们再来是 可以这样子主张 可是通常警察 他们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依据 或有一些说法 其实你刚刚提到 阿尼基跟瘦13玩 我就立刻可以想到 一个原本的 我们同志圈 曾经发生的事情 就其实我们在跑酒吧 或跑这种同志社交场合 最害怕就是警察领检 那当时阿尼基就曾经 在他营业的时候 就有发生过 八天四次 半年来二十六次 每次十名以上的 高密度领检 这过程感觉 有点像是警察 刻意去找同志麻烦 台北的警察 就是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要这么高密度 做去检查 然后可能 maybe也提不出 什么样的依据 感觉有群聚的危险 可能会有些性 就是毒品的使用 可能maybe是 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是这么高密度 难道不能去 纠据他们说 你这样的行为 其实太过于 过当 对对对 跟其他的场所 不成比例 对 这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警察 如果没有合理的怀疑 认为说 在这个场所里面 有人在从事犯罪行为 的话 其实警察 他是不能够 任意来做领检的 但是因为 阿尼基他的场所 我不太决定 他登记的 是不是八大场所 那假设如果说 我们遇到这种 对于警察的领检 或者他的这种 行政上的权力 我觉得好像 过当的时候 我们想要提出申诉 正常来讲 一般民众的管道 可以怎么进行 就是我们的权力 究竟应该可以 怎么做 就像我刚刚讲的 譬如说 如果我们被违法盘查 或者是被违法领检 或者被违法 要求登记身份的话 我们是现场提出 异议的 那针对这个异议 后面我们是可以提 溯源跟行政诉讼 然后我们成功的话 也许可以请求 这个记录要消除等等 因为这都涉及到我们各自 那如果这额外 还有衍生出 其他损害的话 那它就是国家赔偿的 这个管道来做求偿 那仿佛瞬间 回到公民课的感觉 如果当下 如果当下已经有纷争的话 会建议有录音或录影吗 一定要啊 一定要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保全证据 收集证据 这个是大家 随手就可以做的 然后可以养成的习惯 那因为你知道 刚刚桂姿有提到说 就是警察的依据 是来自于说 有没有就是 可能有犯罪行为嘛 是 所以如果有犯罪行为的话 就可能可以去领检 然后来去做调查等等的 那我们就可以回溯 来聊一下 就是关于2004年的 龙安街事件 因为其实这个 当时警察是在一个 就是同志线上的聊天室 而知他们有一个 性爱趴的部分 莫非是UT吧 是 我们最爱的UT 新闻媒体上是没有写到UT聊天室 但是就我们的观念来讲 应该是吧 能够这么迅速的 而且具有让警察有匿名性的 可以参与同志的这种聚众的讨论 应该就是UT了 没有错 然后当时就新闻媒体的资料 它是说警察是用 供入的方式去查检农安街 性爱趴 然后大家都是合议性行为的情况下嘛 因为他们在性爱趴 肯定是合议性行为 然后将他们全数带回警局 去做毒品跟艾滋感染的检测 当然其实这过程中 的确是有检测出毒品 也有看到Ketamine 摇头丸等等的 但在这个真调过程中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警察究竟有没有侵权 因为它是用供入 供入听起来就是一个 你没有拿着搜索票 然后告诉他说 我现在要领检了 或者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们很像仿佛 一直常常看到 社会大众是说 这个是同志杂交派对 毒品来去模糊警察 执法过当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这样的检调过程 是不是有合法的部分 所以我想请贵智 他们分享一下 这个农安街事件的事情 第一个是 如果警察确实有掌握 这个性爱趴 是会使用毒品的话 那警察去做这个攻击 他是可以被允许的 因为毕竟使用毒品 这件事情在台湾 是不被允许的嘛 是违法的 如果能够掌握到 确实某个地方 确实正在从事犯罪行为的话 那警察当然可以 基于他们是现刑犯 等等的理由 他冲进去 让他们逮捕 就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今天警察 只是纯粹因为 今天有制造同志 要性爱趴 然后就用这个去推断 他们一定会使用毒品的话 那这个显然是 不能够成立的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以区分开来 就可能还是要去看警察 他到底掌握到 多少的线报 来来去理解警察 今天做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基于 一个合理的怀疑 还是他单纯 只是基于同志 问明 觉得那个年代的同志 只要办party 恐怕就会吸毒等等的 那后者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不会有一个就是 毒素果实的概念 因为他是先违法再先 然后再看到了 就是犯罪事实 然后才说 这个他们是现行犯 所以这样不会有个 毒素果实 然后不能使用这样的 素材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后者的话 你一开始根本就没有 掌握到任何 里面会使用毒品的 任何的线索 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 里面真的用药的话 那当然就不能够 做这件事情 那后面的这些侦查行为 可能都会被认定是无效的 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可是要主张 他们无效 感觉是个很困难的过程 因为他是一个 很自由心 真的是说 我的确接到线报了 他可以后面改口 然后这样就有了 因为有一些毒品 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会燃烧 所以会产生出气味 所以警察在门外 如果闻到一些毒品的味道 他也可以用这个当理由 警察招数很多 好像不能这么说 这是他们本来 就需要的专业训练 其实我们也期待警察 就是积极帮大家打击犯罪 但是如果纯粹 因为今天是同志有新iPad 然后就去攻击的话 这绝对不会被允许 在现代来看 是绝对不会被允许 那另外一个问题 是狄克曾经发生的事情 你发生很多事情 曾经就是 我在跟我的按摩师傅 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以前他在做按摩的时候 大概2018年的时候 就在案案案 他就说 其实他们之前 曾经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警察就是变成客人 来这边做按摩服务 然后做完就是 他们后面警察 一群人就攻坚进去 然后说 你们现在有性交易的可能性 然后把他们带回去警局 然后当时师傅跟其他客人 就真的就围着一条毛巾 就得进去警局了 然后他说 这个经验 让他们非常非常的尴尬于 不知所措 就是 当然就是要探讨 他们有没有性交易 这件事情 又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 以这种钓鱼的形式 去做一个侦查 或是我看到网络上的资料 说有可能为了业绩 等等的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这样子真的是OK的吗 然后我一直想说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像那个按摩师傅 他到底该怎么办 该怎么样伸张自己的权益 这件事情我也是很想了解 因为未来我也蛮想当按摩师傅的 那这个是你可以在节目上公开谈的吗 他们有没有性交易 是他们自己决定啦 我的是没有啦 我觉得 假白日子听超过三级的听众 应该都会否认你这个说法 我没有 我没有 老实 在这种钓鱼的这种判断的方向上面啊 他的那个标准是比较抽象 或者是 其实不是那么好认定的 他的关键是说 被抓的那个人 他会做这件事情 是他本来就想要做的 就计划要做的 警察只是把他诱补出来 是 还是是警察他用一些方法 让这个人本来没有要做这件事情 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是 他设定成这种落差的 所以这个像是这种性交易 或者是 想看到 比较有争议的可能就是这种性交易 因为被逮捕的那个人 他可能会主张 说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做性交易 可能是他只想要约炮 那警察可能就是一直跟他说 你要不要钱啊 你要不要缺钱啊 你要给或顺便拿 对 结果就被勾击成那个性交易 这样子的话就会 就会被认定是这种违法的钓鱼行为 是 因为这个人一开始他没有想要卖 是警察去 可能为了要业绩 所以讲一些 我给你钱啊 你真的不要吗 之类之类的 但这个对被告这个人来说 他其实是很难证明 对 对啊 有的时候法官可能也不会相信 这件事情在法律上面也有判例是可以 是支持说这样子的钓鱼行为是不合法的 可是对于人民来说 其实要主张他来说 有一定是这种困难 大家听完上述的整个案例分享 有没有发现说 其实很多在警察裁量部分 是蛮主观判定的 就是我们遇到说 可能例如钓鱼问题啊 或者是领检问题啊等等 当然我们可以申诉自己的权益 但是就像刚刚桂志有分享的 就是主张权利是一个耗时耗力的事情 所以当然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懂得法律才能知道说 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所以这边是有关于警察职权的泛滥问题 这也是跟我们的历史案件做一个呼应 希望大家通过上述案件之后 大家可以知道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第二则新闻 这边新闻就是稍微有点难过了 因为它可能就是从2003年 2015年到2019年都还有 一起来听听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性别工作平等法 原名两性工作平等法 在2002年3月8号国际妇女节实施 它是禁止职场性别歧视的规范 并在2008年加入禁止歧视不同性倾向的条款 然而在这之前 第一宗被认定性倾向歧视 是2003年一名台北补习班老师 他被穿着太中性 头发不男不女 向女生戴戒指为由解雇 而后又有2007年嘉义一间私校 以污染学生心灵为理由 要求一位准备进行变性手术的教师离职 修法之后 2011年2015年甚至到2019年 都有经过媒体报道 爆出因为该职场不认识 多元性别气质导致的职场霸凌 而在这之中 业绩原警员的流长法事件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仍然以维护团队纪律为理由 判他败诉 认定他违反警察人员怡荣礼节 及环境内务重点要求 事项里面的男性警员头发长度规定 有趣的是 总统府早在2010年 修改了总统府总统 侍从侍卫人员服装购置要点 将要点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相关规定都删除 总统府做得到 为何警政署就不行呢 台湾应该是亚洲国家 少数将性别平等 纳入法园里面的国家 那某些职场文化 却还是像一个封闭的社会 其实十几年过去的 其实都还是会有这种 职场上的职员 应该要符合怎样的 性别特质的事件发生 那贵制你自己应该是处理 劳资关系的专家 那就是想问一下 如果说劳方在职场中 因为性别气质的关系 被不公平对待 我们应该要怎样在 不动用媒体资源的情况底下 争取自己的权益呢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想 伸张自己的工作权 可是有时候又诉诸媒体 好像我要跟全天下公开出柜 对 其实诉诸媒体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可是我们好像仿佛看到说 只有诉诸媒体 对 因为有的时候 网络上的风向是很乱的 你诉诸媒体 网络上的风向不定 往你这个风向吹 反正有人一声骂 所以我觉得诉诸媒体 这个真的是要多加考量 是 如果当事人 当然也会询问说 这个案件 如果有让大众曝光的话 是不是可以追求 乡民的正义 那我都会提醒当事人 就是乡民的正义 没办法像我们所期待的那一样 你不知道风向往哪里吹 是 所以诉诸媒体 有时候未必是 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 当然如果有些事情 真的具有公益性 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其他方法 真的要透过 引发社会关注的话 那也许这会是一个方向 那在这种 性别平等的案件中 如果在职场上面的话 像我们遇到这种 跟性别歧视有关的 这种状况的时候 性别工作平等法 它是有规定 相关的申诉机制 那是可以向地方主管 机关来做申诉 这个调查成立的话 那这个雇主这边 是会被开罚的 那另外也可以 透过民事的管道 来向雇主求偿 但你看 这是法律上的东西吗 但我觉得将法律运用 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会有一些困难之处 就是毕竟我们如果说 性评法成立蛮早的 2003年应该就有了 对 然后2003年到现在2022年 我们还是可能会 些微听到 像这样的歧视事情发生 甚至是2019年 还有人因为这关系 差点要被辞退 这个过程 其实对于劳工而言 对于其他同事而言 都是辛苦的 因为他们想说你干嘛去这样子弄 这样子我们大家 其实都很难过 或是自己身处 想说那我到底该怎么样 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就干脆就走了 去找新的工作 去找新的投入 可是难得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已经适应这么好 但就被迫要离开 这样好不甘心 所以这些过程 种种的都可以去凸显 说性别平等工作法 好像没有这么的 实际运用在生活中吗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就是制定法律的人 是谁 也是可能立法委员 可能是很多游税团体 利益团体 去游税立法委员 去制定这些法律 因为法律 他反而就有超前部署的概念在里面 聘别工作评论法 甚至四字七十八号 这个结婚专法 何尝不是如此 他反而就是 可能想法比较前进 比较进步的一区人 看到社会上一些不公布 一些性向 他希望去改变 所以把它写在法律里面 希望由上而下 因为写进去法律里面 政府就要带头做改变 那民间企业势必须都需要配合 所以它是一个 由上而下的一个革命 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些法律 它本来就是利益比较甚高 可是你说整个社会的人 要能够跟得上 是本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对 这个我觉得这是 我们本来就必须要认识到 一个现实 那当然 有了这样的一个法律之后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 push政府 去让这个法律 真的可以被落实 而不是 喜爱那边摆好看的 变成一个像花瓶一样 本来那边在事实上 都没有去做 这样不对 所以你刚刚主持人说 到2019年 还是有发生这件事情 我相信其实刑法 到现在也是会发生杀人罪 也是会有窃盗 对 我们社会并没有因为有刑法 然后这些犯罪律都消失 但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督促政府 想办法 让这个制度赶快建立起来 看是不是 将这个性别平等的文化 真的去落实到 他们的企业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正在找工作的人 或是说我现在 已经身处于一家公司 那我应该可以 透过哪些方向去检视 这一家公司 他有没有 就是符合这种性别的法律 因为我会听说过 就是好像当公司 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 针对这种性贫诉讼的管道 或是他们要成立相关的单位 去处理这种性贫案件 那我可以怎么知道说 就是公司是需要符合 哪些东西的 在性贫的规范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法条 像在这个性别平等 法律法其实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是禁止性别歧视 另外一个就是要防制性骚扰 然后再来是公司必须要有一些 能够实现性别平等的 一些积极的措施 那以这个性别歧视的部分 来说的话 像这边就明确禁止 比如说雇主不可以 基于性别或性体像 针对这个受雇的招募 正式有差别待遇 你不可以因为人家是男的 是女的 或者是他是男同志 女同志等等的 有差别待遇 是被禁止的 那同样的教育训练 福利措施 薪资给付 退休等等的 都不可以因为性别 或性体像有差别待遇 所以如果我们在公司内发现到 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提出申诉的 另外就是像我们常听到 比如什么生理假产假 它其实就是规范在 这个性别工作评论码里面的 因为有一些状况是 男生跟女生 因为社会给大家刻板的 这个角色是不一样的 就会造成 比如说女生 因为生理的关系 本来每个月 就会固定有生理期 那如果女生 不能够请生理线的话 他先天就会 列于男生的这个地位 那同样像是产假 那育婴假 那像现在赔产假等等的 也有扩大到 就是女性的配偶 也可以去请这个赔产假等等的 那这是保障性别 工作平等的一些参观措施 最后就是公司内部 要有这个性评委员会 然后来去处理 这个公司内部发生性骚扰的状况 我要怎么知道说 我的公司要到多大的规模里面 就一定会需要这个性评委员会 因为自己我妈好像没有 因为像有一些小公司 好像就是不需要 可是好像政府有规定说 好像到明确的 比如说你人员的编辞到多少 或是你的资产额到多少 那你公司里面就一定要具备一个 性评委员会 然后如果说你受到性骚扰 或是性别不平等的对待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明确的 比如说文书的管道 或者一个电话 让你知道在公司内部 是有权利救济的 像针对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如果公司的规模大于30人以上的话 就公司就要订定性骚扰 防治的相关措施 那通常台湾的这个法律 针对企业那个通常都会 以30人为一个标准 就当企业雇佣的员工超过30人之后呢 很多相对应的那个法规就会出来 比如说30人以上的话 就要制定工作规则 然后要这个性评委员会等等的 我的印象中 大部分都是以30人做一个基础 其实这个性别工作评则法 还赋予所有的人 可以向地方主管机关来申诉 那性别工作评则法的主管机关 就是各地方政府的劳动局 劳工局等等 所以其实直接向劳工局 来做申诉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其实有个小小小小的好奇 因为你看 就是它其实有一些 消极面跟积极面的部分 那积极面当然就是 各个企业产业自由新政 但是消极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 避免性别歧视跟性骚扰 那避免性别歧视跟性骚扰 如果要举证的话 其实通常会有一些些困难 就是毕竟录音的话 之前才听法课 才在分享到 就是关于性的举证这件事情 你如果特别去准备录音 有时候被检举说 或是被讨论说 你是不是想要害人家 你不是有害人之心 你才去准备录音 可是我觉得观念 好像有点微妙 就是我们明明在保护自己 但是怎么变成是 有害人之心的状况 对自己怎么看待 就是大家关于 收证的这个刻板印象 还有在收证上的 那个难易之处呢 你说被性侵害或是被性骚扰 这样子吗 被性别歧视跟性骚扰 因为性侵害我觉得就是 他可能比较你知道 进去就是进去了 但是性骚扰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主观的判定 性别歧视有时候 其实性侵害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你也很难判定 对方如果说 我以为是合议的 其实这在实物上 我知道这也会有很多 也是蛮常发生 类似的事情 我这边有一个 你有性侵害的案件吗 没有 我有帮别人处理过 就是一个性骚扰跟 比较模糊的性侵害的事情 那个我也是听来的 然后我有协助一个 我女生的朋友 跟我的学妹 后来这都成为一个 蛮有力的证据 就是因为他就是 跟某一个男生 然后反正他们就在家里 吃饭的时候 然后被他 就是毛手毛脚 可是这件事情 就是他就离开了 那他就觉得说 他自己很不舒服 可是当下我没有留下任何的 比如说文字啊 声音啊 图像的记录 那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就是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跟他说 你传一个讯息给他 跟他讲说 假如说狄克好了 我就跟他说 狄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虽然闷在我心里很久 可是我一定要跟你说 就是在 昨天晚上七点的时候 你邀请我去你家 然后本来说只是要吃饭 可是后来在看电视过程当中 你就手就摸上来了 然后我当下也有表示 抗拒也有跟你讲 可是你还是 做了非常多这种举动 那我自己觉得说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我希望说这件事情 你可以先针对这件事情 你自己对我有所承认 而且跟我道歉 我就把这件事情 不当一回事 那他就说 哦哦好了好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 因为大家都会想到 大事画小小事画五嘛 然后跟我对不起完之后 这件事情就成立了 他这件事情就在讯息上面 就说 因为前面都把时间点 跟经过都讲了 然后他就说 好了好了对不起啦 对 然后他就成立了 然后看到这个处理方式 假设为了这个 真正进入到诉讼的话 他还是可能被挑战 哦对 因为毕竟他是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还是属于被告的自白 啊 那被告自白不能作为 有唯一的证据 嗯 那被告也可能会去主张说 哦因为我可能只是想安抚他 所以我就 嗯嗯 那我就先讲 但我并没有承认有这件事情 嗯嗯嗯 对 可是他就是 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嘛 他就是在 在仅仅有的犯法里面 至少他有承认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 有没有合议 他们就 他们就进行到说 有没有合议这件事情 哦 因为 因为如果 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可能会说 啊你哪有来我家 或者什么之类的 他至少他承认了说 是有到对方的家里 这样子 对 这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嗯 因为在这种 不管是信心 还是信骚扰的这种案件啊 透过周边的事实去建构 犯罪事实是很常见的 因为真正的关键 那几个当下 那个不太会有所谓的 客观物证嘛 嗯 也很少 因为会有人 每一次都全程录音录影 那个 那确实是蛮奇怪的事情 嗯 也不符合大家的 一个生活习惯 嗯 而且我觉得信骚扰这件事情 因为 毕竟偶尔会听到一些 身旁的 KOL朋友们分享到 说自己有时候 会被人家上下棋手啊 什么的 然后 你说假白日志吗 就是 我们假白日志 不就对人家上下棋手 但是信骚扰是一个 主观的判定 他如果觉得我们 在过程中 他是爽的 他可能就 我们身为一个 这么有性别意识的节目 可是我们居然在 积极同意这一块 上面做了这么的插镜 没有说拒绝呢 我们还是就是摸了 对不对 yes mean yes no means no 那我们来探讨 下一个话题 觉得信骚扰这案例 在我们的节目上 有点难以 难以继续下去了 后来发现 自己好像是加害人 怎么办 意识到自己 严重性 严重性 大家我们的节目效果 节目效果 对对对对 然后娱乐圈很多节目效果 我们不要再讲了 真的会被攻击 另外一个案子 我们来好好聊一下 因为最近就是 新闻媒体有报道到的 就是关于说 那个女检察官的部分 是 这东西就是蛮有趣的是 我们在上面看到贵智的名字 在里面上新闻媒体中 然后又看到说 他就是有当庭询问说 是否是男同志 是否有性行为 这东西 就我觉得就请贵智 在一个检调不公开的情况下 分享能分享的东西就好了 就是例如说 可能maybe他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问法 是不是有点侵害隐私的部分 有没有这样的疑虑 然后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处分 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他这东西 其实是跟案件 就是巴根子打不着的情况下 因为毕竟这涉及到 我自己个人的案件 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先 告知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不太方便去分享 自己当身的个案 所以说不太方便 直接就这个个案来做分享 那针对这个个案 为什么要上新闻什么 可能都不太方便去分享 但我觉得可以分享 几个观念是 亏待隐私这件事情 其实取决于 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 今天检察官 在侦查犯罪的时候 如果今天他询问的问题 是针对打击犯罪 是跟他侦查的事项 是有关联的话 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假设今天检察官 他侦查的这个犯罪 可能跟性犯罪有关 或者是 假设今天涉案的当事人 虽然不是直接的 跟性有关的犯罪 可是涉及到 可能利用性交易 性招待来作为 一些不法利益的对价的话 那当然检察官 可以就这方面去做询问 那他也必须要询问 不然你怎么去 追查出这个犯罪的 懒弄去脉 所以我觉得 这一题的答案 会取决于说 检察官在问 这一题的时候 到底这个问题本身 是不是针对检察官 所要调查的犯罪 有没有关联 因为我知道 谈论这个事件 比较困难一点 我有想到另外一个事件是 其实在 大家可能比较多人知道 课里面 网可源担任的那个角色 他不就是有从事 性交易跟 毒品交易的问题 那检察官 他那时候就 问他的非常多的 隐私问题 然后还强迫拿他的手机 翻阅他的交互软件 记录跟LINE的对话记录 就说如果你不讲的话 那我就一个一个去询问 你LINE里面有聊天过的人 看他有没有跟你发生性行为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我再去你的公司 资厂上面问 我再去你的学校问 去找出他想要的资料 哎呦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那个权利 我觉得我们请专业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坦白说如果是以抓毒品 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 我觉得他多少还是要有些 合理的基础 比如说LINE的讯息里面 哪一些是可以锁定出 有一些异常的对话 是让人觉得他确实会 有毒品交易的可能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检察官可以把这个 对话的相对人 叫来询问 那不然怎么抓人 所以如果说今天他是因为 毒品交易被抓到的话 警方是有权利去调阅他 所有的私人的通讯工具的 对话记录在现在的犯罪侦查中 他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因为现在大家用网路用习惯的 很多的交易 很多的往来 其实都会留下白水黑字 这个只要检方能够掌握的话 常常会成为这个办案的重大线索 那如果跑到人家的工作场所去问 但是其实工作场所 跟这整个例如 可能毒品就完全没有相关联的话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执法过当 当然如果单纯是要用这样子 去施压被告 让被告认罪好 当然我认为是非常不复当的 对因为被告今天涉嫌购买毒品 涉嫌购买毒品交易 但这不代表职场上的所有人 都跟他有关系 但你今天因为这件事情 把被告职场上的人 所有人的交易 那等于间接让这件事情曝光 那也会对被告的民生 造成大的影响 那我们国家对于被告 当然民意权上面 还设定程座保障 至少还有正常不公开这个原则 还有最推定这个原则 那今天警察或者是检察官 为了执法 做这种过大的调查 然后导致被告的 遭到未审宪判 这是胜败迷恋的情况 我觉得这其实是 我个人是非常不赞同的 你很适合拍GQ跟Vogue 最近不是很常有个系列 说什么 maybe精神科医生 看精神疾病相关的 你很适合去看 就是说法律律师专家 来看哪些剧情片 在乱说话 是不是其实还蛮适合的 等你来拍 好 等我来拍 但是检察官或者是检察 这样子的手法 常常会有用 是因为即使他做了 真的好像他没办法 对 因为在亲爱的房客里面 其实王可元的案子 其实是能理解 因为他有明确 涉及到毒品交易 那大家比较有争议的 就是在莫子怡的部分 因为他刚好是有跟王可元 有发生性行为 所以他问到了 莫子怡的公司去说 这个人的平常的状况 因为他发生了 跟某一个男生约炮 然后那个男生是有毒品交易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说 你莫子怡这个人 他有没有 毒品交易的问题 或是有吸食毒品的问题 可是就现况而言 就是后来就是没有 可是他因为这样的 过度的询问 让他丢失了 就是原本在 钢琴补习班里面 教书的这个机会 他的case 应该就会是 比较有问题的 是 所以其实也可以发现说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专业人员是否有性别的 多人性别的认知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讨论空间 那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案例 其实是关于 艾滋全初会正在收集的 就是友善牙医诊所的部分 近期就可能有发生 艾滋感染者就是因为 身份关系 导致他被很多的牙医诊所拒绝 那当然除了就是 进入到一些讨论的环节以外 然后艾滋全初会就很希望 积极地去征询 有没有哪些诊所是友善的 然后希望他们之后可以 透过这个地图去找寻 适合自己需求的诊所 这是很积极主动的部分 可是消极来探 就是发现 为什么要这么的你知道 就是区隔出来 有点特别把这件事情 标签起来的感觉 让我们发现说 其实歧视这件事情 是无处不在的 那如果是专业人员的 更让人会觉得难堪 就是我今天都有需求 来跟您做询问了 但你还对我有歧视 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尴尬 所以我就很好奇一个点 就是台湾有没有办法成立一个 像是maybe美国的那种 反歧视法 因为我们都不希望有歧视 那我们就反歧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蛮好奇贵致的看法的 在台湾订定一般性的反歧视法 这样的讨论不是没有过 但是近期真的是比较少 台湾这个推动平权方向 从妇女运动开始 所以从性别工作评论法 一路扩展把性景象放进去 然后一路到现在的统治运动 希望大家可以去接纳统治 这其实是比较从具体的事件 或是从具体的受压迫的人去出发 那是不是要一路推展到 讲明确法律 反歧视法它不是针对特定 譬如说女性的权利 一般性所有人都不可以 歧视彼此 我觉得这确实是 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反歧视法如果自定的话 它一样会遇到 像性别工作评论法一样的困难 就是你要怎么把法律的精神 落实到人民的生活之中 因为人民的生活 你希望大家顺法 顺着法律走的话 势必会 大家必须要去改变 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很多的想法都会势必 都会受到挑战 所以其实这个上对下的调整 还是有蛮多 值得大家去深索的 思考的事情 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从法律的制定面来 去思考说 我们的生活应该要这么过 反歧视法 说明到时候臭一难 就是歧视一难 像现在韩国就这样 韩国现在当选的总统候选人 他就是打着男性权利 叫做一个旗帜 然后像台大的 性评委员会的选举 有一些 看到一些大学生 他们的政策是男生权利等等 我觉得各种议题 跟我们一样都可以讨论 但很多讨论 如果是没有建立在 对于背景脉络 或者是相关事件 或者是这些制度如何来 你就贸然去说 这个都是歧视男性什么的 那就会让你觉得很荒唐 刚刚柜姐跟我分享 一个很精辟的一段 就是反歧视法的解读 我请柜姐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法律的这种东西 他跟我们 我们台湾算命 你不要开麦之后变这么怂 你刚才想算命 我刚刚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 就是台湾人取名字不是喜欢什么 去算命牌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你这个小朋友缺金 然后名字就一对金 缺木 名字就一对木 所以名字越多什么 就是越缺什么 那我们法律也一样 像美国这个反歧视 就是他们很歧视的人 所以他就会需要把反歧视 写在法律里面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喜欢 叫自己民主什么什么国 民主什么国 叫民主什么国的话 都不民主 犀利起来 犀利起来 又是一个危险的发言 对啊 比如说北韩的名字叫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他有民主 所以缺民主的国家 就会把名字里面 就会放民主的 有没有很有道理 我本名叫肖民风 我妈觉得说 我要像山一样雄伟 像山一样有男子气概 后来发现我干 我超gay的 是不是 哇 妈妈命名命错了啦 你们要命名的 可能阴柔一点的话 可能就比较阳刚 你知道吗 就有个反其道人形的概念 像我们有性别工作评论法 就是因为我们职场 现在现况就是不平等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 必须面对的事情 其实确实职场现况 是不平等的 性别性情相其实一直都在 所以才会需要对付法律 假设如果今天 台湾的职场是非常性别评质 性情相评质的话 其实这是浪费时间的东西 也是耶 就是因为他可能第一时间 或是他的基础措施 一直没有办法改善 他只好用一个更高的 有行政命令的感觉的法条 去主导这一切 台湾的职场文化 有些地方很像是那种 好怕讲话得罪人 人家农村 怎么说 就是那个法律进不去农村 然后他们农村有个自治条例 你知道吗 请问你现在是在说 轻松电台吗 我不是 他们已经相对好了 他们已经很好了 他们 他们已经还不错了 没有把自己算进去就对了 原来是轻松电台的他们 是不是 自己不是轻松电台的议员 就对了 你不要挖坑给我跳 你刚才知道我就是 我们还没有一伙耶 台长爱你 爱啊爱啊 破哥也爱啊 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法律 如何去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 还有法律怎么样 由上往下的去带大家认识到性别 多人性别的议题 其实呢 性别这个议题呢 也一直持续的在政策面去被推动 就是我们所谓的性别主流化的部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政府的政策跟计划 都要具有性别观点 以避免就是说 可能就是有一些思考量 是从父权的角度去思考的 或是忽略女性的部分 或是忽略同志的部分 所以我们性别认识 其实也蛮有趣 是从恶元论走向的多元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第三则新闻 这个就比较近期的 是关于跟骚法的制定 跟踪骚扰防治法 在2021年12月1号正式上路 预计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 跟骚法的源起是在2017年 一名世新大学男学生 追求学妹遭到婉拒 并持刀在课堂中 刺伤学妹的头部颈部 经过调查发现 男大学生已经跟踪骚扰被害者多年 当时的跟骚行为 并没有有效法律工具 可以及时干预 这项漏洞在事件之后才被看见 接着2020年底 陆续发生了 长荣女大生鲁杀案 屏东通讯行女店员结杀案 跟骚法的立法进度缓慢的状况 才再度俯上台面 法案内容将跟骚行为定义为 人员、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 网机网路或其他方法 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违反其意愿 而且与性和性别有关的行为 新政院长苏贞昌强调 政府对于防治性别暴力十分重视 要以具体法律制定 才能回应社会对强化妇女安全保障的期待 跟踪骚扰防治法法律三读通过之后 裁定自公布后六个月施行 希望各部会规划所需的预防 保护政策以及远景教育训练 可以有效遏止不当的跟踪骚扰行为 刚刚听到的是跟骚法即将上路的部分 其实跟骚法很先进 也不是说很先进 很全面的就是他也把同志朋友们的 这个处境也都有含瓜进去 他就是并没有特别去限制 说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就是大家都可以适用这条法律 那有特别将同志朋友们纳入 法律保护范畴 其实早期一点可以追溯到 就是2007年的家暴法修法 他将同居共财关系纳入了家庭成员之范畴 但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数据显示 台湾同志伴侣的申报比例只有10%而已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于说 台湾社会很喜欢普遍喜欢检讨被害者 然后可能变成出柜或是现身是一种障碍 所以想请贵智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实务方面 被害者在积极争取权益时 最容易因为什么原因而放弃呢 他们可能放弃会有什么样的原因 然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是不是都可以请贵智跟我们分享一下 被害人要站出来争取权益的话 是要经历很多的辛苦的过程 包括他会觉得这是丢脸的 他不一定愿意被人家知道 实在是你要出来伸张自己权益的话 你势必就必须要把你自身经历公诸于世 你至少要跟警察讲 要跟警察官讲到法庭上讲 对不对 那会有一连串诉说自己被害经历的过程 这个过程对被害者来说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们又没办法去取消掉这件事情 我们不可能跟被害者说你都不用讲话 法官不是神他不可能回到那个当下 帮你还原那个现场 所以被害者他必须要花一点时间 去建立好自己的心理准备 这个对被害者来说确实是十分的痛苦 再来是即使他站出来讲了 别人不一定会信 对不对 别人不一定会信 所以被害人他还要担心 他讲的话是不是不会被接受 不会被相信 他甚至会担心是不是会被嘲笑 那也会担心说人家会检查他 我常常听到检查被害人 你是不是就自己裙子穿太短 你是不是自己都喜欢半夜 深夜在外面留到不回家 所以才会遭到这个情况 你是不是自己自身不检点 你是不是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 那被害者常常在网路上 或者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 被自己熟视的亲友遭遇到这样子 这些对被害者来说都是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被害者不愿意站出来争取自身权益 他要选择放弃 其实是蛮能够同情这样的处境的 因为各种跟性有关的被害经历 往往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无名 被害者本身会担心 他自己会不会因为自己遭受到这样子的待遇 而不被自己身旁的亲友或者社会接纳 这些都造成受害者 不愿意挺身而出的一个关键原因 那同志朋友们在现身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值得探索 就是因为像现在数据显示其实偏少 所以同志朋友们感觉在现身上 可能会有更多的障碍 是柜子有可能 有些案件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觉得在同志的部分它是一样的道理 那只是同志他背负物名就更重 那同志的朋友如果遭到性方面的侵害的话 要挺身而出的话 那势必就会面临到自己同志身份有可能会被破曝光 那至少警察局的警察 检察官 然后法官 你的律师 或者是你身旁的一些亲朋好友 他知道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都会间接知道你可能会具有同志这样子的身份 性影像等等的 那这个当然对同志朋友说他会有更大的压力 那还是同志的这个生活可能更难被法官啊 检察官理解 因为同志毕竟是到最近这几年才比较为社会接受 比较为社会理解 那假设遇到法官检察官 观念比较保守 或者是真的比较欠缺这方面意识的话 他可能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对他甚至可能一开始对被害者就已经带有一些标签化的理解 就像那个农安街还是什么 常德街事件 因为你同志可能反正就很乱啊什么的 那你被这样子好像也不是 也能理解 我原本以为法官都是一群很有性别意识的人 没有 因为我以前也因为 你也有上过法院啊 对 我以前是因为在政大的交流版里面 就是有因为发表了一些性别上面的讨论 然后被一个不安性别意识的学长被控诉了很多人一起去 简短的说 我那个时候就是跟他说 他这样的言论是有某种焦虑 就是在我们的精神医学发展底下 他可能是来自小时候的可能男性或什么 严格交流或是恋母情结 对 或者这方面 以至于他长大之后觉得说他必须透过自己的男子气概 去不断的展现来维护自己的男性自尊 他就说我隐色他有恋母情结 然后我就要跟法官解释 就是我的这些来龙去脉 然后我跟他说 因为我以前有学过女性主义相关的课程 他就叫我要写一个A4的 就是简单的报告 刚才讲说过 就是什么是女性主义 为什么会牵涉到这些 因为他觉得说他要确定我是真的知道这些 而不是卖弄这些名词去业于他 对 他说女性主义有讲这个 什么恋母情结的严格焦虑是什么 为什么要讨论男性气概 他就问我这些 然后我就想 我要怎么跟他一言以蔽之这些事情 他就说好啦好啦 他说那你有没有修过什么课 或是修过什么之类 他就想要确定这些事情 因为听了之后他也听不太懂 他就说先确定你有没有修过相关的课 好啦好啦 可以啦 你写一下S的报告 我确定你有修过这个课就好了 好的 我觉得法官BG是法律系毕业 是 法官在审案件的时候 他当然常常会面临到 办理的案件需要各种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 建筑的案件有建筑知识 依学安全依学知识 那这个案件刚好 因为这个涉案的内容刚好跟女性主义有关 咱们说法官可能确实没有太多了解 但我觉得至少法官他愿意聆听 在这个案件中听起来法官是愿意聆听的 他并没有觉得你是胡说八道 然后听都不想听 所以我觉得法官 我们的司法者如果都可以站在像这个法官的角度 他不懂 他愿意看 这样听下来每一个法官都可能还要有其他的知识 才能逐以去判定这个法律谁有错谁没错 所以其实法官要肩负的责任也是相对辛苦的 而且你有跑过一次那个流程 你就知道说这种权力救济的过程 还有这种诉讼过程 真的是劳心劳累到一个不行 而且他们还用那个很传统的一个电脑 看他这边一个字一个字key 他说你这边不对 然后再抽他 一句话就是要对到正确的内容 让他输入进去可能就要三五分钟 然后就这样 身心灵疲倦 真的 但是就现在看下来 因为我们毕竟从家暴法到跟骚法 然后到之前还有我们的通奸除罪化 代表说我们的性别主流化概念 是有在法律的政策中被制定起来的吧 对 那法官也在关注台湾的社会迈动 而且逐步的去与时跟进去调整 因为其实像跟骚法部分 它更有趣的地方是 它涵盖到了网络的性暴力 跟言语性暴力部分 是跟我们的生活直接绑在一起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将这些生硬的法律实际资讯 就是运用在生活中呢 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会好奇的 因为当跟骚法上路之后 很多网络上的性暴力都可以被解决掉 以往像是在IG上可能被一些haters攻击 或者是收到一些很可怕的照片 现在都有法员可以去处分了 可是到底要怎么运用 我想可以请柜子跟我们聊聊这块 跟踪骚扰防治法 它是2021年12月1号通过的法律 那那个时候有规定 就通过后要6个月才施行 所以就是从2022年的6月1号开始施行 也就是6月1号开始 这个法律就正式生效了 那它给予大家的全力就是 如果我们遇到跟踪骚扰行为的话 我们可以向警方报案 那警方他调查确认 确实有这个公众骚扰的状况的话 有点发黄牌的观念 警方可以对这个跟踪骚扰子 这个行为人提出警告 法律用于叫书面告诫 这两年内就不可以再犯 如果再犯的话 那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就是去强化他的保护 而且也会衍生出相对应的刑事责任 因为如果全部的案件都刺到法院去的话 可能反正处理不完 也没办法得到及时的效果 所以这个公众骚扰防治法 它前面是有一个警察机关的 书面告诫这个程序 可以到警察机关报案 警察查证数值的话就发黄牌 这一犯的话就有红牌 它的概念是怎样 红牌哦 红牌就是他要直接上刑法了 因为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 他其实有明定 如果这个从事这个跟踪骚扰型的人 他如果违反保护令的话 他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 保护令是怎样 他可以限制那个人怎样吗 保护令他可以规范 譬如说这个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 一定要相隔多少一样距离 譬如说被害人可能居住的区域 可能周遭五百公尺 那个加害人不得进入等等 一进去的话就是违反保护令 也可以要求这个行为人去从事 法院可以要他去做相关的治疗 治疗 有的时候这些行为 往往是来自于这些人 他可能成长过程中 没有得到太多相对应的这种教育 所以他其实不太知道 如何去面对自己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上感情的东西 所以我要求他 可能进行一些情感教育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 心理疾病的关系 所以他没办法控制他自己的行为 他会一直不断做一样的事情 那这种情况下与其去处罚 他不如要求他去接受医疗 去改变或者去接受教育 这样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 他可能就真的是情商 他可能就跟这个人分开 可是他就是无法好好的面对 分手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去按他门铃 恐怖情人必须要被教育的概念 所以恐怖情人可能也会被算在 跟骚法这一块里面 恐怖情人是跟骚法制定的时候 大家比较容易关注到一个面向 但是跟骚法他关注的面向 比恐怖情人更大 因为我们讲恐怖情人的时候 恐怖情人被害人跟骚法人之间 至少还有一段感情 那就恐怖情人 可是公司要不把他处理的状况 被害人跟骚法人可能跟我们认识 就是被害人可能就是被一个 可能很莫名喜欢他的什么 恶劣追求者骚扰 比如说常见的案例 譬如说上司会一直约 女生也可以 反正就是公司里面的你的同事 一直邀请你跟他出去吃饭 那你让你很困扰 如果这邀约程度已经频繁到 会造成你身心上的压力 那就对这种跟骚 甚至是可能 没事就一直带小礼物给你 因为抽受太多 这种不知道干嘛的东西 都是一种心上的压力 反正也会成为一种骚扰 可是就是如果说 我需要用跟骚法这个东西 来维护我自己权利的话 我又没有需要 在之前的话 比如说可能先告知这个人说 请你不要再这样了 或是我觉得这样很不舒服 你要先明确地跟他表达拒绝 因为也许如果说 刚刚像是上司或是同事这种 他会说你们又认识 而且从你们对话记录里面 我也没有看出你有明确拒绝他 你只会说 哎呀你不要这样啦 你这样子我会不会很不好意思 就可能类似这种柔性的拒绝 那这样会不会就因此不成立 是没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曾经拒绝过他 你才可以去提出 这样上官的可能申诉 我和酒机等等的 但是确实在举证上面 会建议这样做 因为根稍法 他规定的根稍行为 是违反意愿的行为 所以如果可以留下一些 蛀丝麻跡 可以协助日后来佐证 这个加害人这样的行为 确实是违反我意愿 确实在日后的程序上面 会进行的比较顺畅 那除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 网路上也是根稍法 有涵盖的范畴里面 所以网路的性暴力 跟言语性暴力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那网路部分呢 大家就很好奇说 那可是真的将这个资料 因为很多人会拿小账号 就是可能他直接 在创一个新的 然后过去没有头贴 也没有任何贴文 然后就是一个 没有人的账号 或是低卡 对对对 那像这样的东西 如果到警局那边去 要怎么样去举证 或是要怎么样查到 这个人跟他说 请你不要再犯了 警察是会去协助 做网路资料搜查的事情吗 这个网路上的这个障碍 确实是比较大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是警察 他未必有这样子 一个能力去查到 这个假账号是谁在操控的 因为第一个是 网路业者他不一定会愿意配合 网路业者会主张 这个是可能隐私 原来自由等等的因素 他不一定会愿意 把这个相关资料交出来 再来是 这些假账号 可能确实就是透过一些方法 去把他自己 证实身份掩盖住 所以其实你追得到 假账号 你不一定真的找到 那个人是谁 所以确实在网路世界里面 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但有些情况下 他确实也是可以查得到的 所以这没办法说 他一定可以 一定不行 那我会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当然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 他们都是已经有 公开谈论过的 就是像 我们的朋友 就是像牛奶哥哥 他们之前在网路上 有这种性爱的影像 被恶意的外流 那他们这种情况的话 在未来跟少法 是能够处理的吗 或是说 他们应该可以寻求 怎样的管道 去为自己的权利做辩护 因为就我们所知 当初他们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们不管是像警局 或是法律相关咨询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说 就是 没有办法直接的 去对他们造成帮助 或是遏止 这件事情的发生 像这种私密影像 外泄的情况 在目前台湾的法律 确实是一个 没有规范到的状况 因为以前没有办法 想象这种事情 现在是因为 网络太进步了 就是在手机 随时都可以拍影片 然后传播也非常快速 所以才衍生出这种 过去想不到的困扰 根据法 他其实也不是 正在这种事情处理 因为这种传播 人家私密影像的行为 他并不属于 这种跟踪稍要的行为 那我们目前立法院 他正在修法 就是在刑罚 或者是在其他的法律里面 要针对这种 传播未经他人 同意的私密影像 增加相关的法则 那只能等待 未来修法完成之后 再来做处理 所以这一块 目前是没有直接的 这个法律的 对 目前没有直接的法律 像那个DFAC 目前也是要等待 未来修法完成 像前一阵小域 这个事件 他则是以这个 违反个资法 还有诽谤罪 这样比较迂回的方式 来做起诉 立法院加油 立法院加油 为他们就是 画虾 希望他们可以 好好努力一下 那刚刚谈到的是 你知道他人 恶意传播嘛 但最近有很多人的 共同经历 其实是他们自己 传播自己的 但是还是收到 传票了耶 这件事情就是 推特上的网黄 对 因为 拍我自己信用影片 我押我自己的logo 方式会跟大家分享 我喜欢 我尬一样 为什么我还要收到 传票 这当然就是跟我们的 刑法 妨害 风化罪 判定有关嘛 这其实也是我们 男同志社群 非常关心的 包含我 也很关心 想跟贵姿聊一下 这部分 就是因为 当然最好奇的就是 收到传票这件事情 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其实他们在 发影片的时候 应该都没有想到说 自己有一天会收到传票吧 为什么他们就是 会收到传票 那收到传票之后 自己应该又要 怎么样自处呢 当然律师就会建议 要请律师了 所以你有协助 推特网黄 能处理传票的问题吗 目前 目前我还没有网黄 人真的来找过 真的 有询问过 但是为什么会建议 大家请律师呢 大家想要赚钱 是一个 但是 刑事诉讼 它有一个 关键的事情是 你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会成为证据 所以你 不管是到法院 到地检署 或是到警察局 做笔录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你讲的每一句话 未来可能都会对你不利 这句话是真的 真的 我跟你讲 举一个亲身的禁力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在处理那些案件的时候 因为刚好是 有学姐 他们家是有法律背景的 他就跟我说 你们真的不要自己去 因为有时候可能 对方很凶 或是怎么样 或是警察局很凶的时候 你会习惯 像迪克也这样 你会道歉 可是你不能随便的道歉 因为你随便的道歉 代表你承认 对方讲的事情是真的 心虚感 对 所以你当下 基于对方可能很凶 或是我们不懂 这种法律上的 这种变答的情况底下 可能会因为 我们这种平民百姓 就会心生害怕 就会对不起啊 道歉啊 或怎么样 那很常就会变成 你日后 就是败诉很重要的原因 好 先记下来 所以真的 就是要找法律相关背景的人 这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因为觉得 贪一时的这种便宜 而让你之后 变成事情很难处理 而且很多法律知识 是一般民众没有的 所以民众很容易 搞错状况 他以为这样讲都要有利 对 殊不知全都是错的 是 反正会越讲越糟 然后那个案件 律师接了之后呢 会回去看 那个当事人自己以前 做过哪些笔络 讲哪些话 看完就觉得 那些案件没有救 因为你都已经 你把该承认都承认完了 真的 甚至是你还承认到 一些不该承认的东西 那都是你自己讲过的东西 你后面要再讲 不一样的东西 就没有要相信你了 天啊 所以大家说要传票 我会建议 其实其实律师是一回事情 但至少你要 做一点功课 那我会建议 至少要使用 你有能力使用的法律资源 没有钱请律师 或是经济能力 真的不允许 没办法付费 这请律师的话 台湾也有很多 就是公益的法律管道 法律资助经济会 或者是 像是很多立法委员 议员 他们也会 女士合作等等的 很多区公所 或是市政府等等的 他也会有 公益性的法律资讯管道 那都是可以运用 我会有人说 就不要拍 也不会 因为这种事情 有时候 也就防不胜防 我觉得我 以我自身的经历 我给大家两个观念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你不要怕被告 因为有些人跟他说 我告你 有些人吓得不得了 对方开一堆 什么奇奇怪怪的条件 然后你就都答应了 然后你就是真的被告之后 真的能找律师就找律师 我说真的 那我们回到 刑法妨害风化罪部分 这个二三五条里面 有一个猥亵嘛 因为其实他们被判定 就是可能有罪 要去被征掉 都是因为他们 有犯了猥亵的这个问题 是 可是猥亵这个词 其实是一个 很主观的判定 它的范围 其实应该也是蛮广的 也是有裁量空间的 究竟猥亵的范围为何 是不是可以请贵致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猥亵定义呢 我觉得很经典 它就是客观上 可以满足信誉 或刺激信誉的资讯 物品 而且这个要 让一般人感觉 不堪呈现于公众 或是不能忍受 或排挙 就是这个东西 它会引起大家的信誉 或它可以满足大家的信誉 而且它会引起大家羞耻心 让大家不愿意 在公众场上看到这个东西 它的定义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定义听起来很精确 它其实也非常主观 因为如果今天是个 观点比较开放的人的话 可能这个哪有引起信誉 对啊 就是以外拿给一个 80岁的阿嬷 可能下歪 水都流出来 反老反同 阿嬷很年轻 阿嬷从刚刚的池子 变成湖水这样子 不要开阿嬷的玩笑 阿嬷抱歉 那我现在定义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但是还是有问题 那因为我觉得 我主观 无法认同跟接受 原因是因为 那现在推特文化 你看我们推特有这么多 性爱相关的影片 难道全部都违法吗 按照目前法律看 确实是这样 没有说 因为它就是公然的传播 这些猥亵的资讯 真的假的 因为它也不是说 你是一个很紧密 18进的平台 而且你在进去这个空间 网站空间之前 是有一个很严谨的门槛 它是一个大众的交流平台 所以你看 因为它的定义是 不堪公开于众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刑法之所以要禁止 大家公然的传播这些猥亵资讯 它所设想的事情是 大家对于性的这个道德观念 还是很重的 大家不愿意在公众场合 看到这些东西 法律人书以叫做 它保障就是大家的性道德感 要让大家不会在公众场合 突然间看到一些色色的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大法官 甚至这一期就有规定说 这样子的禁止大家 散播伪亵资讯 如果太严苛的话 它其实也是伤害 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 它其实未必可以 得到什么好的效果 Correct 所以大法官 他就把它多加了一个限制是 如果你今天散播的是 伪亵资讯 但你只要做一些 合适的隔绝措施 不要让大家 突然的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就可以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 推特的账号 上面都会标注一堆声明 还有他们的影片 也多了很多的片头 就告诉 你现在无意间 可能被演算法推播到这个影片 可是我们这个影片 可能是含硬蕊 或是软蕊的情色的内容 如果你不喜欢 赶快跳开 如果你没跳开的话 就是你自主想要看 我给你足够十秒钟的影片 跳开了 就要适当隔绝措施 对对对 那我都还没做 你的第零秒下去就开始吹 对啊 一定危险 怎么办 零秒即吹 我要找律师了 找律师了 叫我 我觉得你的推特 就是要找赵崎云 当你的题材的顾问以外 你还要找贵子 来当你法律的顾问 是耶 法律顾问在这里 你不要还没赚钱 就开始被告到不行 好害怕喔 但是你刚刚提到 硬蕊跟软蕊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 请贵子跟我们分享 硬蕊跟软蕊 有什么样的差异啊 这个是大法官发明 出了一个新的名词 就是大法官 他把这个猥亵的资讯 猥亵的物品 他分成两类 一种叫硬蕊 一种叫软蕊 软蕊的话 就是你只要增加一些 适当的隔绝措施 你就可以去传播的 那硬蕊的话 则是他的那个内容程度 已经到了一个 不允许被传播的程度 例如什么 大法官这边有 他要举一些例子 硬蕊的部分 我印象中 譬如说什么 人受胶性虐待 性虐待是硬蕊 或者是有暴力 然后没有艺术性 没有医学性 没有教育性价值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大法官他还是以那个年代 他们可能觉得 人受胶很恐怖 性虐待很恐怖 暴力很恐怖 所以这个是不论如何 都不可以传播的资讯 所以硬蕊 是不论如何 都不可以传播的资讯 但是这些以外的话 就是你只要做一些 适当的隔绝资讯 那大法官也有解释 比如说附加风套 警告标示 或者是明确限制 在特定的场所 才看得到 等等就可以 他刚才有讲说 就是要是艺术教育 或是医学层面的话 你是可以展现的 像四字六一七号 之所以有这套解释 其实跟同志圈 很有名的一个书店 叫金金书库有关 当时是因为金金书库 他们在店里面 有贩售一些 就是色情的杂志 难题写真 之类的东西 然后就被抄 然后后来就打 这个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那时候就认为说 其实社会风气 应该是逐渐的开放 不应该去限制 这类的资讯 那这边也有小套消息 是之所以会跑出 应约软人的 据说就是这个 法律圈的小套消息 不知道是哪个假的 是据说被抄到的物品里面 有一些就是这个 人寿焦的 或性虐待的 然后大法官 他们不能接受 据说是因为大法官 看到这些东西 他们就说 这些东西还是不可以 那法官还是蛮前卫的 先看人寿焦 我们前几年 才在人家频道 聊到人寿焦的部分 你那就是硬蕊 结果我在预计上面 跟人家聊天 然后我就碰到一个人说 他就是死被狗干 我以为是一个骚鳞 然后想要像 就是被公狗要干 结果他就说 他真的有被狗干过 好可怕 他还塞给我一个网址 我不想看 下风 性虐待其实有时候 他已经跟艺术 有一点点差边了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将皮革啊 或者是一些捆绑啊 对对对 是跟艺术去做结合的 他也是一种行动艺术 我觉得谈到行动艺术 又可以谈到 我们最经典的案例 就是也曾经当任 你们客座站长的阿空 他之前就是在2014年 有一个游行现场的 free joke活动 就是他的屌 就放进一个盒子里面 你可以摸 你可以帮他打 但是他就是你看不到 然后有一个这样合一的信心的过程 因为那一次 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同志游行 你有去摸吗 你有去摸一下 我觉得台湾同志游行好好玩哦 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生气哦 就是太前卫了吧 太酷了吧 这个是一个很很屌的尝试 而且我觉得性这件事情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 它就是一个很值得被分享的事情 它应该是开心的 不需要遮遮掩掩掩躲藏藏的 那没有想到后面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想请柜子跟我们分享 就是关于说这样 合一的性灵式跟艺术创作 还有公然裸露的界线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做一个区分 然后要怎么样才不会被警察抓走 其实这个应蕊跟人让你这个分类 它还是可以被挑战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法律圈的小道小弟是本来没有这个分类 就大法官本来是要就是都可以 只要有这个什么适当的口诀就可以 就据说是大法官看到人之后 就要他们自己被吓到 才发觉到说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都可以 所以才要应蕊让你出来 但这也姑且这件事情是说 到底这些猥亵资讯要到什么 才让人觉得很可怕 觉得不可以 其实因时代人因人而异 因观念而异 因价值观而异 所以这种事情其实 没有办法有一定的标准 坦白说我觉得没有办法有一定的标准 他很吃运气 你今天遇到法官很开放 那就都可以 那我觉得至少要保护自己的事情 那隔绝措施一定要做 那至少我们可以争取说 他是软蕊 所以我们有加隔绝措施 那至少如果被认定是软蕊的话 应该就要可以合法 那我们要不要就是 不要让他被认定是硬蕊 那当然自己在这个创作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技巧性的让未来 别让人被解释 这是艺术创作等等的 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方向 你不是听到他讲艺术创作 有种微妙的感觉吗 艺术创作 有种暗示感觉 艺术创作 good 我可以分享的经验 就是阿空还有拿过 那个SM的一个图鉴给我看吧 这认真像图鉴 就是那种像百科全数都硬壳的 很精美全材那种印刷 然后每一页都是 各种不同SM的照片 然后有一几页有看到被吓到 但是包括有 第一蜡烛的什么皮鞭 这个都可能 捆绑 这可能都小了 还有那种穿刺的 然后我看到那页的时候 我吓一大跳 比如构图光影等等的 看得出来那是精心设计的 那个摄影作品 但是内容本身是吓人的 至少对于我这种 很俗气的和副俗子来说 看到这个我确实会被吓到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 它被称为艺术的原因 那大家听完刚刚我们的分享 其实法官跟我们现在人的价值观 是与时俱进的在做调整 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法官的判定 很常是根据我们的 大法官的试字嘛 因为试字其实就是 大法官根据社会的现况 去做了另一个解释 然后去改变了 调整了我们的法律现况 那当然近期大法官的主动性 好像越来越多了 大家可以从试字七十八 看到大法官为婚姻自由权 做了一个判定 那可是你在黄鸿侠 大法官的不同意见书 却也可以看到说 婚姻自由权根本就没有在 台湾的宪法里面被提及到 是不是这是一个多做的解释 那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司法的积极主义来去做探讨 例如冲天除罪化 可能也是个司法积极主义的行为 所以我想请柜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像这样的司法积极主义的出现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台湾的大法官 正在随时根据社会去做一些调整呢 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就是非法律相关背景的学生 就是我没有听过这种法政背景的学生 我还是想先问一下 什么是司法积极主义 我刚刚直接展现出了政治系专业 我有展现出专业吗 我有吗 我刚才一直很紧张 我要怎么讲 黄鸿侠大法官都出来了 我觉得司法积极主义 如果讲比较白话的 就是法院他会主动的去改变 这个社会上某些秩序 或是法院他会很主动的想要去树立某一些价值跟标杆 去带动这个社会的改变 因为法院在传统的理解上面 他是比较保守是比较被动的 因为我们认为法院是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是当发生争议的时候 他要出来解决争议 适用法律解决争议的 也就是说法律要先制定 才有法院才有法官去适用法律来解决争 那制定法律的那个当下 其实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秩序 他已经被想象了 比如说制定法律当下 台湾的民法就是没有重新婚姻 就表示说台湾的人民 他就是没有想要有重新婚姻这件事情 至少在制定法律的那个当下是这样 那法院他基于一个司法者被动的角色 传统上会期待法院就是要 服从民意这样的想法去做判决 那法院不应该主动的去改变 或者主动的去尝试去做不同的挑战 因为这个会有民主正当性的问题 所以司法积极主约出现 他只是一种不同的想法是 法院尤其是宪法法庭大法官 他们尝试在自己的司法学现方法会 去树立更高的价值 去树立更高的标杆 来去引领我们的民众 往更好的方向走 因为我们常过去会说 法律是什么最低的道德标准 就是他处理已经存在的问题 然后可是我自己听下来理解 应该就是司法积极主义 变成很主要引领大家前进的一个领头羊 对但这个在逻辑上面又会有点辛苦的地方 是说因为法律院毕竟他就是要依照法律的判决 所以法院他必须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论理 他都必须要能够找到法律依据 他必须要法官 尤其是比如说司制司法好了 他必须要设法在我们既有的宪法条里面 想办法去找到一些法律依据 去证明说 这些价值 这些标杆 这些榜样 其实是本来就存在在我们法律体系里面的 我们今天不是制定一个新的法律 让人民来遵守 法官不能制定法律 而是我们重新的提醒大家 很多很重要很棒的价值 随着实在进步去重新理解他 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他 让这些已经有的法律规范 让他重新活化 然后来让人权得到更多的保障 而且世之七十八 他的司法记忆主义来自于说 他其实因为刚刚柜子有提到说 他会从台湾的法律去调整 去找到一个算是一个破口吗 去试着去制定了出我们的 这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部分 但其实在世之七十八里面 他还援引了非常多国外的案例 例如美国 德国 其他世界国家等等的 然后去证明说 台湾是可以去通过 同志婚姻合法化的 特别加上台湾有通过 两个联合国的公约 答内法化 就让国际法变成台湾的本土法 然后变成是我们必须要去 跟国际接轨 然后适用这样的国际概念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 才一直让我们的司法基础主义 逐渐的扩张 而且也展现了我们大法官的能动性 但这边就有另外一个话题 值得大家探讨 就是现在是因为现在大法官 很民主 很开放 很前卫地接受很多资讯 所以我们获得了很多新的解释 像我们的通奸除罪化 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因为以往通奸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可是现在却除罪化 因为他说亲密关系 不应该被以报复行为去认定 所以这件事情成为通奸除罪化 被除罪的关键之一 但相对就是 如果八年任期一到 换了一批保守上来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 maybe这个大法官 也有可能去改回去 改回去或者迫害到 我们这些可能比较 比较前卫的想法 像例如性解放的想法等等的 这当然有可能 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挑战 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过去是可能 自由派跟保守派的比例 在近年来达到 一个比较相对悬术的状态 就是保守派的比例 已经来到了 应该是5比3 所以确实有可能会因为 政治风向的不同 然后在国会组成的 可能这个状况不同 去影响到法官组成不同 那当然法官本身 是不是会去观察 社会风向 这也是不排除的 对这确实是会有 这样的可能性在 所以与其把所有的责任 都放到法官身上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怎么样去让所有的民众 一起更有人权意识 这才是重点 因为这社会的前进 不能够只靠法律经营 法律经营有时候 会与人民脱节 反正会被骂 有的时候法律 跑得太快的话 其实是会倒退的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劳基法 劳基法当初 推一例一休的时候 就是希望可以提高 大家的劳动权益 希望可以推动脱休 就改了之后 引起大家反弹 劳工也骂 老板也骂 就只好做二次修法 二次修法之后 一例一休 变明存死亡 然后有一些权益 甚至还倒退 所以法律走得太快 有的时候 大家理想太高 但是大部分的人 不能跟上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抱怨 那反而会 带来更多的倒退 那我会想问贵制 就是说 在司法的判决上面 到底我们这种民情 或是这种舆论上面的影响 到底是真的 可以影响到多少吗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讲法 但是看风向 这件事情是人之常情 再来是 尤其是宪法诉讼 大法官他们做的判决 是会影响全部的东西 因为它是宪法等级的判决 所以大法官 他势必须要考量 就是这个判决下来 对社会带来冲击 是不是这个国家 可以承受的 所以我觉得 势必是必须要考量的部分 对 了解 刚刚提到大法官了 另外一个 值得大家探讨的 就是法官本身的 判例问题 因为像我们在 医疗那一集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有些法官比较前卫 经线 这样U等U的观念 适用在判例里头 然后去让 就是传染病的21条 没有适用到 当时的被告 这是爱之医疗的 全处会跟我们 分享到的经验 那我就很好奇说 就是作为一个法律人 当执法法官 跟多数的法官判定 有一些不同的时候 他们究竟会产生 什么样的代价 为什么我们这么常听到 就是在法庭里面 他们要参考判例 这件事情 其实参考判例这件事情 不是说法官跟法官 自己彼此会比较 或什么的 比较关键是说 如果今天法官的判决 跟上级生法官的 见解不一样的时候 这样判决会容易没有意义 比如说议审法院的法官 他说他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见解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 台北地医院 有两个判决 是由同一个法官做成的 那这个法官他认为 配偶不能够请求 自己另外一半 出轨劈腿 所带来的损害悲伤 之前通奸除罪话 我们就说 如果你是配偶通奸 跑去外面劈腿 找小三的话 原配是可以求偿 对对对 这个法官他认为 不应该承认 这种求偿局 他认为人的性质主权 应该要比这些权力 还来得更重要 所以既然性质主权的 保障比较优先的话 那当然就不能够 承认配偶 可以因为你的配偶 去跟人家发生性关系 就可以求偿 所以看这个 台北地医院法官 他就有这样 很前卫的见解 当然法官有 独立审判的原则 那法官的见解 本来就是个人的 主观事情 这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但是这样的见解 他到高等法院 或者到最高法院 可能都会被废弃掉 因为这些见解 显然的跟现在主流的 法律见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一个法官 你要他做 很特殊的见解的话 他其实面对压力 是他的见解 可能会直接被 上级审法院的法官打脸 甚至到最高法院 被废弃掉 所以为什么 大多数的法官 都遵守判例 是因为 你不是这种判例的话 你的判决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可能只是造成 当事人跟大家困扰 因为当事人 最后他会跟审 后面还要花很多时间 才能够解释这个案件 刚刚听到 地方法官的判决 我内心吓了一跳 想说 怎么没有法 内心觉得 你知道我还是有 那个非常保守的观念 觉得说 损害赔偿配偶部分 应该要赔偿吧 我必须要拿到钱 才能爽 但是性自主权 高于一切 内心就有一种汗颜 我应该要这样想的 社会 但是因为我觉得 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说其实法律 是可以影响 人的价值观 以及他们看世界的方式的 而贵制本身是法律人 又是媒体人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团队怎么样 找一步改变社会大众 对于某些现况的刻板印象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你同时又做媒体人的 另外一个小小的梦想跟愿景吧 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 关注更多不同的议题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习以为常 其实你不一定意识到 它不好的那一面 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大家 把这些事情都提早先找出来 所以我们团队 第一个会关心 就是国会最近有哪一些 热门的议案 因为通常会有议案 表示说背后有一些东西正在酝酿 有一些改变正在被期待被发生 所以关注国会的议会案 然后我们会关注很多NGO团体 是不是有很多倡议 其实也不是说有倡议 我们都会支持 我们都也会接受 那法白现在作为一个媒体 我们也不会去参议人家的倡议 但我们会去积极了解说 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样的倡议 为什么你会想要 为这时候再来这样的改变 因为有人倡议要改变 就往往表示 有一些弱势者的声音 是没有被听到的 那我们想要去听到的 就是这些声音 那会想问一下贵制就是说 那你们最近有在执行 什么样的专题 或是在LGBTQIA上面 你们有做哪一部分的关注吗 法白近期做比较多的关注 第一个就是爱知权益的部分 爱知权益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有这个感染者权益法的部分 里面其实有真正蓄意传染的部分 现在有做一些调整 但这对我来说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还不够 我自己会觉得 它应该是要被全面废除的 但是这个东西 当然它还是会需要 很多跟民众的沟通 因为我身边大部分朋友 都不能理解说 要被备除 为什么爱知病患者 把爱知病传染给别人 不需要被处罚 这边可能跟听众朋友 讲一个观念 就是爱知病条例 因为它规定的事情是 如果你是爱知病患者 你跟别人发生性关系 没有使用保险套的话 你就要先告诉人家 你是爱知病患者 所以你要自己先自我揭露 你要先出櫃 告诉人家我的爱知病 才可以给人家调性行为 那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是直觉上 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那我就会有一个例子说 有另外一个病 它跟爱知病的传染图 一模一样 它就B型肝炎 可是我们从来不期待 B型肝炎患者 需要先跟人家讲 我是B型肝炎患者 才可以跟人家 做无套性行为 那为什么你觉得 爱知病患者一定要 你甚至觉得它很患恶心 那就是一种污名跟启示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 很多事情是 我们一开始习以为常的 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 太习惯这样想 因为我们太习惯这样想的 就让我们忽略掉 很多弱势者的声音 然后让我们忽略掉 很多这些制度背后 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先要把东西挖除 让大家知道 所以爱知病患者 是我们最近在关注这个议题 那我们最近也在关注 跨性别的议题 因为前一阵子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有一个判决 针对到底可不要求 跨性别者一定要进行 这个器官摘除手术 变性手术才可以更换性别 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它也有很深刻的一个论述在 那当然这背后 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最近在关注的议题之一 了解 今天我们真的是 只窥探了一点点 同志与法律相关的 权益问题跟社会案件 我觉得今天大概就是 甲本人认识 发挥政治系专长的最后一次 不要这么丧志 好不好 接下来的详细内容 请之后都给我听 法科电台 我们将专业还给专业 真的 还给他们 这已经是我们极限了 毕竟我们希望 Gay Story是浅谈历史 我们漫谈 漫谈 快乐地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成为我们继续推动 社会运动前进的一种 热情与动力 也希望这些议题 都有大家的关注 因为并不是通过同婚了 就美了 我们还有很多议题 是值得大家一起去认识 以探索的 没错 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 感谢贵姐来我们节目现场 也请大家记得到各大 Podcast平台 订阅加班人之 我们的IG 跟Andy跟Andy的 WSJ0309 我个人的是FONG199517 每周六的晚上六点 请记得手电讯 轻松电台FM96.9 加班人之 我是迪克 我是Andy 大家拜拜 拜拜 今天 同志相关法律的课程结束了 那让迪克小助教 来说一下 今天的课堂回顾 法律一直是跟着 社会的迈动前行 在过去性别意识不足的时代里 很常有警政人员 执法不当的问题 例如1997年 常德街事件 2004年 农安街事件 甚至过去常有 政府单位 高密度零检 同志酒吧 聚会活动等等 然而 随着性贫意识 水涨船高 这个社会也做了 许多的调整 例如将同志聚会 从高危险族群名单中移除 也将性别平等工作法 性别平等教育法 落实到职场与校园 当然 法律的落实 并不能杜绝 性别歧视的发生 我们一样会看见 续法的警察遭受刁难 因为性别弃职 遭受霸凌的学生 也实有所闻 这些事件也在告诉我们 社会上有许多 努力的空间 在这一集 我们也讨论到了 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 所面临到的法治问题 例如即将于 2022年6月上路的 跟踪骚扰防治法 也讨论到 同婚过后的 同志亲密暴力 以及社群上的 私密影像外流问题 法律不能终结所有问题 但我们希望 能透过逐步的修法 创建更理想的社会 与生活 那我们今天就先下课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